今天是第三讲 是最后一讲 所以我现在面临着一个挑战 就是怎么一边把三星堆讲好 就是大家都非常希望听的 同时呢 还要从一个周人的角度 把这前面我们这两堂课 讲的这些个早期的文明 怎么能放到一起 因为现在我们有关传说时代的知识 下代的知识 全都是从周人的那个历史叙事来的 所以呢 我们必须得走进周人的视野 当然同样三星堆文明 它同时也是周人的历史知识的来源之一 所以我就尽量的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 这个纵横三代 不是我纵横三代 是指的 当我们这个讲座结束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就是说 有一种看这个早期文明的一个 基本的时空轮廓 这个空间的轮廓呢 它就至少有一个纵轴 有一个横轴 就是南北和东西 因为我们每一个时代都像这个万花筒一样 它一转 那么所有的这些个空间的组合就都变化 然后到了下一个时代 这个文化筒又一转 那么这个就是说是非常的难 然后呢 在这个再多次旋转的这个过程的最后 它最终的结果就是这长安和洛阳 这两个地方称为这个中国帝国的文明 它的核心的地方 就是前面前面不停的在变换 然后最终有一个比较永恒的一个空间架构 所以这是我们希望在今天的这个讲座结束的时候 能留给大家的一个一个观察角度 所以呢 我今天的这个讲座特为要着重的是这个三代文明里边的这个龙山时代的遗产 因为那个是距今四千年前的东西 然后呢 在这里边 它给三代文明的形成有各种各样的贡献 那我们这么做 就是在考古的角度上讲 我们就是说从史前社会想滑入这个传说时代 然后呢 就进入这个历史时期的文明 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虚实之间的 当你在在讨论传说时代的考古的时候 它是一个虚实之间的这么一种状态 所以它就需要一种独特的这个历史观 我们来怎么对待这些一个文明 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我们要关心这个古典传统 就后来它的这个叙事里面 它所涉及的知识前提 就是说这些个故事 它讲的这些故事 早期的早期的这个王朝 还有事件 它到底后面的时空框架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涉及到哪一些东西 是后来的人发明的历史 哪一些东西 它是从这个社会记忆里面传承的 所以要关注它这个整体的结构 我们不能像一个手电 你打开 你下边的那个地方是亮的 你周围的地方都是黑的 而是说我们应该对每一个时代 都像有一个手电能够照亮它 然后再反复的比较 哪一些东西来自过去 哪些东西来自于后面的时代 在这个问题上会有好多的 近一百年来有好多的学术的争论 这个争论就是比方说 这个以古的这个方法论方面的探究 比古派的探究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为 这个一杯水 就是说你如果期望它是一满杯的话 如果里面有半杯 你会感到失望 但是你如果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这半杯就实际上就觉得非常富足 所以我作为一个史前考古学家 我关心的是这半杯水 这个对我来说文献的记载是非常有意思的 取决于我们怎么能够来使用它们 那么我们今天关心的几个问题 一个就是这个下商之变 这个是文献里面的叙事 但是在考古里面 我们到底在这个时代看见了什么 从空间的格局的变化 物质文化的变化 是不是能够在这里观察到一种 足以承担这个王朝变革的这种事件和现象 因为在考古学家 它是比较接近这种像侦探一样 你实际上考的侦探 它是不需要根据文字证据 你只需要现场的推理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大家关心的这个三星堆的文明 这个三星堆的文明 它本身它是这个相当于商人的 商文明的这种邻邦 那么商人的邻邦里面呢 这个伯克利一顾的吉德伟教授 就是研究甲骨文的专家 他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比喻 他把这个晚上的社会结构 称为瑞士奶酪 后来他就干脆简化成风潮 那么这个瑞士奶酪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多孔的 所以这个晚上的社会 它会有一系列的 在大一商之外 有一系列的据点 在这个据点呢 之外 就是说有许多非商的传统 也包括这个 在他的这个商人统治的 广泛的这个范围里头 也有许多非商的传统在存续 那么他这个描述是非常经典的 但是呢 他从来没有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是谁的政治遗产 在这些个框洞里面 传续 然后这个又涉及到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周人的历史知识是从哪来的 然后周人又用这些历史知识做了什么 这个在我来看来是研究三星堆 一个很重要的观察角度 就是你会看到三星堆里面 好多的做法 都是上面传承龙山时代的 而且他有许多东西是跟二里头共享 共享这个龙山遗产 但是在当时的商文明 就在安阳 你是看不到这些个龙山传统的 所以这个就非常有意思 因为大家原来想三代 就是一个一个连着的 但是呢 你现在要把这个历史空间化 然后呢 要在这里头 在这个商文明的这个边缘之处 在他的这些个风潮的空洞里头 寻找那些一个商文明 自己都已经放弃的东西 或者甚至在二里头都一定很少见到的东西 可能这个像礼师求助于也的这个状态 因为正是这些个传承 给周人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历史知识 然后呢 周人在这个广阔的多元的知识架构之下 又创造了他自己的一个历史的文明 就是说他有一种天命的观念 天命的观念的前提就是王朝兴体 所以在他整个的这个政治体系里头 王朝兴体是非常关键 这个涉及到他的不同的传统 不同的空间的一个历史性的认知 所以现在又回到这个四个历史单元 我教学经常用的 就是这个四个 第一个是晋南在上面 这是这个纵轴 然后从晋南这个主要的政治舞台 挪到伊洛 然后呢 这就是下地 在中间 然后在横轴上呢 从伊洛 就是洛阳盆地 再挪到河内 我会反复用河内这个词 大家可能不习惯 它就是太行山和古黄河之间那块地方 现在属于这个欲北激南 这说起来更麻烦 所以河内你就记着 太行山跟黄河之间 所以在黄河的北边 然后呢 从河内到关中的这个转折 就是商周的这个变化 所以现在最复杂的 是 晋南到伊洛这一段 更复杂的是 鄂尔多斯和晋南和伊洛的关系 那就是时髦 所以刚才我们刚刚花了两个小时 听这个陕西省考古院的 这个孙州勇院长 谈的时髦的最新的发现 都是非常颠覆性的 而且我刚刚发现 我们两个都是非常少的 不约而同的在 在这个考古的这个叙事里面 把时髦放在前面 然后再讨论讨私 因为一般都是颠倒过来的 所以这些一个新的发现 在改变我们的知识 从河内到关中的这边 实际上并不那么复杂 所以实际上如果说我们讨论下的问题的话 它的晚期不是一个特别困难的问题 是到底早期的夏文明代表着什么 这也是最关键 三星堆要讨论 关于三星堆的讨论 也得讨论到那个商 它跟商的关系 所以我就得先讨论一下 这个商文明 它到底代表着什么 上次我们讲了这个二里头 在这个伊洛河河谷 在这个洛阳盆地里边崛起 所以在这个司马迁的时代 就是河南地 黄河以南 然后呢 在这个公元前二千级的中叶 就是大概一千五百年 一千六百年前后 就是从这个河内这一带 最初是来自太原盆地 太行山以西 我成为高地社会的地方 就这一些个部落 他们穿过这个太行山的河谷 这太行山有八个这个河谷通道 历史上叫太行八行 就是穿着这个穿越太行的这些 这些个河谷呢 就进入河内这一带 所以河内这一带 它一直是这个高地社会 跟这个华北平原交汇的这么一个地方 然后呢 他们在这个河内定居建立了 他们的这个居住 就把这些高地上边的黄土高原上的这个物质文化传统 就带到河内这个地方 那就是以这个粒为代表的 这是非常经典的上代的粒 就是跟上次我们看到的 那边都是龙山车都是肥族的 这个你看它下面有三个很细的锥形 然后在河内的这些个物质文化呢 就是所谓的仙商文化 或者叫夏七元文化 这是这个北大的周恒老先生 他追溯到了这个脉络 然后从河内呢 他们就穿过黄河南下 然后跟山东这边的这个越式文化的居民就河蒙 然后向西进入郑州 然后从郑州进入二里头 二里头可能就在这个时代 这个二前级中叶 他这个这个曾经很繁华的 这个青铜文明的都市就消失了 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关键的 也就是说讨论夏商之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那你看 那么讨论这个过程怎么看呢 首先你要注意这个二里头的这个物质文化 它都是以这个淮河流域为主的 因为在一个松山南路 就都是这些淮河 银河 乳河这些 都是淮河的河谷 所以它都是这些个十足的顶 但是呢 你从这个河内 就河北那个方向下来的 它带下来都是高地的这个利 所以这个物质文化的变化 跟这个城市的兴衰 它的关系就非常的密切 那么二里头的在第四期结束之后的这个消失 就跟这两个新的城市的崛起 是密切相关的 它的这个崛起 一个是在掩饰 这就是掩饰古城 就这一个 然后呢 在郑州建了一个新城 是这个 这个大概三平方公里 这个十五平方公里 他们为什么 不是这个二里头 这个王国 它的进一步扩张呢 或者只是说它的迁都呢 因为它的许多的东西 都是不一样的 它是一个断裂的传统 那不一样在哪呢 这个北大的孙华教授就提出来 你看 它的 这个时代就掩饰郑州以后 一直到安阳 它所有这些宫殿建筑 大漠 还有这个城市的格局 它都是大概八到十度 偏东 从正北偏东 从掩饰郑州 一直到殷墟的这些 都是这个样子 包括这个盘龙城 就是早上的据点 而这二里头的是偏西的 而且在物质文化 这种例就来自于这个河内的 这个所谓下七元文化的例 到了郑州就变就成为这个二里港 它是非常单调的一种淘旗传统 就是说它最终还是一个太原盆地的 这种高地黄土高原上的这个传统 所以这两个新城全部都是用的 来自这种河黄河以北的河内那边的淘旗 然后呢 就二里头的这些个居民 在最晚的那个时代出现的 也是这种淘旗 所以这种淘旗的出现 是跟二里头的没落密切相关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是二里头的这个居民 被这个迁到了这个两个新的城市 这两个新的城市呢 它的时间 它的空间都非常接近这个历史文献上说的 这个早上 所以呢 现在来看这个下上的转折 这个这个说法是最符合这个考古学 我们看得见的考古学现象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 郑州就这个所谓啊 二里港文化 这个早上文化就成为 这个新的王朝的一个中心 从那里呢 就开始有大规模的扩张 在山东就到了这个 济南 就是大新庄遗址 我博士论文就在那里写 然后呢 向南一直到了湘西 这个是很惊人的 因为在帝国时代 湘西都不是一个被经常被中原王朝控制的地方 但是在这个时候就到了那里 而且是非常经典的这种来自于郑州的逃离的造型 然后在南方的这个武汉呢 有很重要的一个据点 就是盘龙城 往西到了京当这关中盆底的这个西头 那么这一些个扩张 它的蓝图是什么呢 它的蓝图是来自于这个二里港的 二里头的这个社会网络 就是说实际上 这个新的王朝 它延续了二里头这个中原中心的松落中心的这个格局 它只是把那人口从洛阳盆地挪到了郑州 然后在各地你都能看见这个早上的这些据点 它不是建在二里头的这些个城堡上面 就是建在那旁边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 这个二里头所迎建的这个松落为中心的 早期往空间 政治空间的这个格局 为早上所延续 那么唯一的例外就是河内这个地方 因为二里头并没有控制河内这一带 也没有控制山东 那这这几个地方呢 二里头有了 这些话 抱歉 我们这个楼有火警 这 这经常是假的错误的 每次不会延续很久 然后呢 所以那就是说在二里头的那个空间格局的基础上 它推到了一些的新的地方 这些也可以理解 那么大家应该注意这个盘龙城和台加寺 台加寺是在淮河流域的一个中心 盘龙城是在江汉 所以江汉的这些同料可以通过这条路线 一直到达郑州 所以呢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二里头的冶炼的工匠 已经被吸收到了郑州 他的这个作坊里边 做出这种非常庞大的这个顶 这大概是公元前1400年 所以二里头的精华的东西已经被这个商人所接受 因为商人村河内那个地方来 他本身是没有非常高级的冶炼工业和城市传统的 然后呢 再到这个中商时代 14世纪 14世纪左右 他在这个台加寺这个地方 你就能看见 达到大师级的这种作品 像龙虎尊这个样子 所以这都是当时 应该是当时顶级的这个名将 在他们在可能在不同的这些个城市间流动 在做出一些最最最高质量的一些个作品 那么在这个时代 早上那个时代 郑州辉煌的时代过去以后呢 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中商时代 在文献上看 它是比较混乱的一个时代 它有许多 有多个首都 而且呢 你看那个亡名表 它是胸中地极的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制度 也是周人对商人批评很大的一个 一个文化传统吧 因为就胸中地极的这种制度 很不稳定 周人就改变了这个体系 而且周人对于商人的酗酒啊 还有这个 寻人啊 这些个方式都非常的 不认同 那么在这一段中商时间 在这个中商 这一段比较混乱的时间之后呢 在盘庚的那个时代呢 它就迁回了 这个河内的老家 那你从这张图来看 它就是穿越黄河 又回到河内 就在安阳那一带 就建立了都城 所以从那以后呢 就没有再遣过都 那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空间的格局 这么做 它意味着什么 你看 它重返河内之后 它本来是来自河内的势力南下 到了河南了 它就进入了二里头的腹地 二里头当时是在这个 近南盆地 在河东那个地方 也是有它据点的 在东下坟 还有最近发现的这个西吾壁 冶炼的地点 因为中条山是有铜的 然后二里头在那里有一个据点 然后呢 郑州早上把它占据了 但是呢 它基本上是延续了 二里头的空间格局 但是当它回到河内 回到安阳内带的时候 它实际上就已经放弃河东 河南 就是晚上的时候 这个阴虚非常庞大 36平凡公里 但是它在外边好多的据点 除了山洞以外 基本上就放弃了 包括潘龙城 所以呢 你可以看 它的这个空间上的这个转移 是一直往东往北移了 它就是把整个中国的这个政治中心 移开了 原来那个纵轴上 近南和这个伊洛 这两个最古老的地方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郑州就衰落了 一直到战国的时代 才有人重新使用这个 它的城墙 这个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 因为现在这些城墙还在 十多米高 所以为什么在它在放弃之后 后面的王朝都不肯用这个城市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前面的二里头已经消失了 在郑州繁华的时候 实际上那个掩饰商城 就在二里头 东边六公里的那个城 也慢慢的消失了 所以人口估计都进了郑州 然后呢 又回到安阳 所以纵轴上这两个 这两个地理单位就 就基本上就没有人了 然后这个呢 对我们后面理解 那个州人从关中那边 就在这以吸他的崛起 和他整个对这三个空间单位 他的重新的布局 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然后在上面就是安阳的敌人 就鬼方 后面我们要讨论 那这个殷虚呢 就是这个中国考古学开始的地方 将近一百年的发掘 然后在这边是亡灵区 然后在这儿呢 先说环北上城 大概公元前一千三百年 左右 所以他现在可能还不能完全跟郑州 接起来 但是他自己 你看他的那个空间的那个偏角 是跟郑州完全一样的 里边有宫殿 但他用的时间很短 很快就被里边的宫殿就被烧毁了 所以你看这个右边这个宫殿 这儿是 这儿大概是宫殿的这个主殿 然后旁边的那围廊 然后这儿呢 这个门楼 门楼有两个通道进去 这些点点就都是那个住处 然后这些发红的就是烧毁了的 这个上面的建筑 所以很快就被毁掉了 这旁边就是机场 所以他保存的非常好 规模也很大 你可以用这个吉普车来推算一下 所以实际上 殷墟就是小屯这边的宫殿建筑 应该跟这差不多的 也都是龙山时代就有的这个布局 建筑布局 所以这个都城呢 实际上他的冶炼工业 跟刚才海家寺很像的 中上的这种传统很顶级的 他虽然使用时间不长 但是他的这个物种文化的连接 跟前面还是蛮清楚的 所以当这个被废弃之后呢 晚上的这个贵族就挪到 皇家就挪到这边 这就是小屯工业区 外边有许多的工业区域啊 作坊啊 治愈作坊 治古作坊等等等等 所以非常繁华 这是这个安阳的何玉林队长 他画的这个图 所以这个是当时 大概公元前十三世纪 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 然后呢 在这里 这个冶炼的这个工业 像这个丝母屋顶居 八百多公斤 就是说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 而且他这些工业 一直在被周人征服之后 还在繁荣了一段时间 那大家熟悉的就是这个 隐序的加工 这里边呢 我需要指出一些特别 有意义的现象 就是这个甲骨 它到底代表着多大程度上 能够给我们一个完整的 历史性的对这个三代文明 对下山文明的这个理解 因为现在它的分布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现在已知存世的 带字的甲骨 一共大概十万片 几乎所有的来自安阳 然后呢 里边三分之二都是一个家族 就一个家庭 一个人为主做出来的 这个人就是武丁 大概公元前1250开始 然后呢 他在位的时间有50多年 所以他有从甲骨文的这个信息来看 他有三十几个太太 在他的这个很长的统治时间里面呢 这些甲骨文的细节特别的多 就包括梦 包括这个牙疼 包括这个狩猎的时候的这个翻车事故等等等等 然后剩下的那些呢 有高级贵子做的少量的 说非王不辞 而且也有这个他后边的王的作品 但那些内容都很不丰富 所以这个就非常的特别 因为你会以为文字本来应该是社会里做这个普通的 这个记录工作管理工作用的 但这个不是 不是说当时没有记录工作 也不是说当时没有文献 这新发现的这个可能是练习用的 你看他分的那些格 显示他可能是照着这个竹简 在尝试刻这个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 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全国 当成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现象 就好像你本来是一个历史 非常粗线条的历史 然后你到了武丁这个地方 你突然间就进入了一个个人的看世界 他的焦虑 他的事业 这样的一个非常丰富的角度 但他对历史 除了对他自己的先公先王之外 他对历史是没有兴趣的 所以你不能用这个来考虑 这个商人是怎么理解过去的这些文明的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 他到这个商的灭亡 到周人崛起 不过两百年的时间 其实一百五十年 而周人是很了解他的 周人把他称为是商这些个王里面 最后的一个贤良的王 但是周人从来没有说 他是这个发明了文字这么伟大的东西 但周人只说 他曾经长久的不说话 静默 而这些让臣子们就是很担心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 就说明这个人很有可能 有语言障碍 对于这样处于这个位置的一个角色的话 你仔细想想 当你不说话的时候 实际上 文字是你唯一的跟世界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渠道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我们必须要想 这十万个甲骨里边的 这三分之二都是他一个人和他的家人做的的话 你会想他为什么对文字这么有特别的兴趣 因为这个甲骨占卜 他本身是不需要文字的 这些个这些个记录 也不是说给写给这个上帝和他的先公先王看的 其实当时的甲骨非常普遍 你的大新庄去地面上 我每次去都能捡到 但是在安阳之外 真正有字的确凿的发掘出来的当时的甲骨 只有大新庄这一块 所以这个就让大家要仔细想一想 在中国历史上早去中国 哪有第二个人 我们知道他内心的世界这么丰富 因为后面的所有的这些人 我们基本上都是从文献和名文来的 只有他这一个人做出了大量的这种文字的证据 然后呢 当然这个商的这个大幕是非常惊人的 他的规模是后来很难比拟的 只有秦人才会这么做 然后再就是说他有大量的这个这个祭祀牺牲 大家也都非常熟悉 讲古文上的加起来上万个 好多的这些个战俘 他这个人就是武丁的这三十多个太太之一 所以他是你是可以从这个考古发现 跟这个甲骨文是可以对的起来的 而他的墓和墓里面的东西呢就非常特别 你看注意到他的墓是没有这个大木道的 其他的那些一个商的帮墓都是有十字形的墓道 但他的这个墓呢 有有有两个壁坎 里边有有人 而且整个薰人大概一共十六个吧 反正也不多 而且他墓里面有很高级的这个典型的 安阳早期的 阴虚的这些一个青铜器 但同时呢又有很多有地方特色的东西 又有很多古代的东西 比方说像这这种红玛瑙珠 这个三星队也有 这个Kernoyer教授 是研究南亚的珠子的这个美国教授 他就说这珠子每一粒都已经流传两千年了 但是它相邻之间没有任何摩擦 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串古朱 古代的珠子重新穿在一起 他的墓里面呢 还有很多龙山时代的东西 像这个我们在这个山东 在那个庐山卯 就埋在那个地基里面都见过 所以像这种是石家河是有的 所以就又把我们带到了这个龙山时代的那个跨区宗教网络 然后还有这个有符号名字的这个像背壶一样的东西 这都是太原盆地里面淘气的传统 所以呢很有可能这种碧堪墨 它是高地贵族的一种特征 因为这个去郑州大学的这个高相平教授 他的研究呢就应许有两万个墓里边 发掘的两万个墓里边只有五个有这种碧堪 所以是很少的 而且又这个有这么高级的贵族这么做 所以这背后显示出是一种政治联姻的关系 然后呢那联姻是做什么呢 就是为了对付这些个高地的这些个部落 鬼方攻方枪方就这些人 所以在这个甲骨文里面 这里就涉及到了派富豪来去征伐这个土方 然后你看这甲骨文涉及到富豪的这个战争的时候 都是在那个黄土高原的西边这个方向 而且用军带领的军队还还蛮大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就从河内向西转 转到黄土高原 这边在晚上的时代呢是这个李家雅文化 他们很可能就是像跟鬼放等等这些势力相连的 他就在这个南流黄河进闪的这两面 然后在这个青剑 你可以看到像新庄 他山顶上有这种宫殿 这就很像石卯庐山卯那种做法 然后呢他还有好多的这种青铜的响气 就他的青铜行业有他自己的这个特点 而且跟这个戈壁跟这个蒙古那个方向是能连起来的 然后在这个 正是通过这些个社会呢 高地社会呢 跟草原社会相连 使得这个殷虚 早期就突然间就开始出现这些马车 所以这些马车在殷商的出现很有可能是这些个政治联姻的结果 而且你注意看这些个遗址的陶器 就是鄂尔多斯这一带上竹开钩 离时髦都已经很近了 就是他的这套陶器的这种肥族的造型 都是跟这个高地龙山社会是连起来的 所以因为这些地方从来没有被 商或者二里头的这个王朝征服过 所以他们自己的传统直接可以往上追到那个高地龙山社会 所以我称他们为高地龙山记忆群体 就是他们传承的是时髦那个时代的传统 而且刚才孙中永教授也讲过 就是时髦这个地方 他大概到了公元前16世纪的时候 他衰落之前就突然出现好多这种蛇纹粒的东西 就类似这种东西 而这种东西 它的分布范围能夺远呢 一直到外背加尔湖 就到西伯利亚那一带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商的这个敌人 其中也可能是他的这个盟友 也是很庞大的一个市民 然后再往西到甘肃那一带 你就看到这个所谓的斯加文化 斯巴文化 这些呢是从龙山时代的这个奇家文化一直延续下来 这个二里头啊 早上都从来没有到的 控制过这一带 你看这是这个很庞大的这个磨钩墓地 然后呢 他里边的这一个造型 这些双耳挂 希望大家记录这个造型 就后来都是 羌人就使用这种造型 而在之前就是奇家文化 他们龙山时代的奇家文化 一直到陶寺时代都有这种双耳挂 然后呢 这一带还是这个早期的野金业跟欧亚草原 西伯利亚相连野金业这个交流最广泛的时代 所以你可以看见这种安卓诺沃式的这种 喇叭状的这种耳钉 还有在14世纪出现了这个最早的人工铁 这还有金饰 大家注意这个河的造型 因为在等一会儿三星堆会见到 所以这就是这个我刚才说的 从安阳 郑州 盘龙城 还有这个黄土高原上的这些社会 一直到这个甘肃这边的社会 实际上就是涉及到了三星堆的这个社会网络 就他的知识和技术可能的来源 和他在这个繁荣的时候可以打交道的这个社会 所以三船之间的三星堆是因为这几个地方 这几个祭祀点包括金沙 它是非常特别的 就是它的这个埋藏环境跟三船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要讨论这种关系可能是什么 首先就是说三星堆这些个整个四川盆地的 这个人口的这个来源 这些从整个前面的 我们从这个培里港时代的讨论 那个时间维度上来看 实际上四川盆地的居民 这个历史是很年轻的 它只有五天多年前 因为这些最早的居民是从甘肃那边南下的 就庙底沟的养哨彩桃社会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大家记得在庙底沟是这个养哨第二个时代 前面是半坡 第二个时代是在公元前四千级 也就是五千年前到这个六千年前之间 他们是庙底沟最繁盛的时代 然后后来呢 在五千年前之后 进入晚期的时候 庙底沟在这个中原 它的腹地就摔落了 但是呢 它在这个甘肃在西边这边 它的这个韧性是很强的 就是它的延续性是很强 一直持续着那个传统 所以就到了西边 它并没有变成东方武士的那种社会 而且一直就到了龙山时代 就是类似马家窑文化 上面好多像波浪一样的那种彩桃文 还有后边的这个半山马场那种传统 就是后来的在西部社会 它的这个养哨传统实际上 是跟这个东边的龙山时代是平行的 但它没到养哨晚期的 这些个庙底沟的社会 它已经沿着这些个高山走廊 就到了这个民山的深处 像茂县等等这一带 然后进入这个成都平原 在这一带 它本来都是类似昭泽这样的地方 是不太适合人居住 所以它的土壤 它的平原是很年轻的 然后呢在这里就有了这个宝敦文化 这一带有好多类似龙山时代的古城 这个宝敦还挺大 有几平方公里 然后这些一个城市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这些古城 它都是它的城墙都是沿着河修的 所以显示出防洪是很重要的一个考虑 这一点当然跟释迦河也很像 大家感到特别惊人的 就是它的就像神话一样的 这些一个铜的作品 来自这个三星堆的 它们代表着什么呢 这个就是说我同意考古新家们的解释 这可能就是神话里边的剑墨之类的 《山海经》里边就都有 《某时日的传说》等等 所以这些问题我没有更好的解释 我一点也不奇怪 当时这流传的那些神话 在这方面有一些视觉上的表现 还有这是最新的发现的这些坑里边 我们还在每天在更新新的知识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它这个埋藏的环境 在金沙呢是对着这个明江口的 就对杜江燕这边 它是在河边的 这一堆堆的这些个对积 这个上千的这种鹿角 还有野猪牙 还有这个豫章 还有金切 象牙等等 三星堆不一样的 是说它是在北边广汉 它对着是这个简江口 就它都对着这个山口的 然后呢 它也是在河边 它前面80年代发现了这两个坑 然后呢 后边最近又发现了这六个 这是近两年的事情 所以有好多的年轻的考古学家 包括有从UCLA毕业的 斯坦福毕业的考古学家 回国都代表他们自己的大学 正在发掘 但你通过这个发掘的这个流程图 你可以大概看出来 它基本上是跟前面的 它基本的内涵 象牙呀 这种同尊呢 是很接近的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这个 我们已知的这个知识体系里边 来分析 它的知识来源可能是什么 有一些东西我是没有解答的 像这个车轮一样代表开阳崇拜的这种东西 我没有更新的解答 还有包括这一种 但是呢 你如果想一下 它可能的这些来源 比方说这些精气 这个 大家都知道这个川西那边是好多的金矿 金沙江的名字就能告诉你这个 而且这个商代的遗址 它也有一些个很薄的这种金破 不如这边这么多 它可以追溯到哪里呢 它 我前面说过的这个欧亚草原的野精野 它从一开始 就从中亚西亚那边一直串过来 它都是一个多金属的一个传统 就是金银铜锡铅 它就是铜锡在开始做 当然铁 野铁出现的比较晚 但是云铁它用的都很早 所以它是一个完整的一套野精知识 所以你看特别是中间这个挖形的这个东西 它是跟那个安卓诺诺诺的一个传统 可能是有关系的 但是金氏这个传统整体上来是从这个燕的这个高地的这个网络下来的 所以呢 你在看它的这些预备货贝的这个造型 大概都是 我上面说的那个龙山网络的 知识网络的这个传统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可能是它这些个带有神话色彩的这些的面具 它们能是谁呢 那现在我们就从像华阳国志这种文献来看 就它这个地方 四川这个地方有两套神话体系 一个呢是本地的体系 就在别的都别的地区都没有出现过 一个是个跨区域的体系 就像大雨这种 它在各地都出现过 所以在本地的体系呢 就是蚕虫鳖林度雨 就这些了 所以在李白的诗里面蚕虫及渔夫 开国和茫然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有典型的 蜀文化色彩的 但是你在这个三峡里面 发现的东汉的这个云碑里面 他提到这个 这他的先人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他就提到是这个 涉及到雨 大雨出生在石牛这个地方 然后还有个问川之会 就这一类的表述 所以大家以前 觉得这个羌人 明山里面的羌人 他这个崇拜大雨 可能是跟汉人接触多了的 一个攀附的一个传统 就是说汉化的一个传统 我们要想一旦不是呢 一旦他们 保存的实际上是更古的传统 因为他们羌人是用双耳挂耳的 这个传统到十九世纪 还一直在延续 所以调查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而且在汉代 这个帝国跟羌人的关系 非常不好 他也没有必要去 去这么做 我说这么做 不是说的他 他自己 盘腐大雨的问题 就是说这些个 来自汉帝国的这些个 文人们 不需要 对这个 雨声石牛的 那个说法 很敬重 但你现在来看 它是很敬重的 东汉就 就已经是这样 出现在像石碑这种事情 说明是当地早就有的一种传说 而且他们只敬白大雨 也不涉及到周公啊 孔子啊 这些后来的 这个汉人的 这个文化圣人 那么我们就在想 他哪一些东西是本地的传统 哪一些东西可能是跨区域的传统 这个跨区域的传统就涉及到 这个龙山传统 他们是在这儿 龙山是在开始分叉 他们三星堆的这个 跟这个二里头 他们共同的分享了一些龙山遗产 那这些是金沙出土的这个玉虫 三星堆也有小的 那大家一看这个就很明白 它不一定是这个梁竹晚期匠人的作品 也至少是非常熟悉 那个造型特点的人做出来 比方说怀河流域那些个 大门口晚期那传统的人 他跟普通的这种龙山遗期是非常不一样的 这些都是龙山的遗期 像这一种的齐家龙化里边 还有像石卯那种地方 陶寺那种地方 三位那种 你是都能见得到的 这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有相当的一批龙山遗期 包括可能是龙山人传承的梁竹时代的东西 它可能顺着这个黄土高原下来 到了三星堆这个地方 所以通过这些东西 三星堆是有可能了解一些很古远的知识的 因为这些个预期都保存得非常好 你在石卯那些地方 他有的时候还会切割改制之类的 这一些 它显得非常的这个 虔诚的这个守护着这些东西 而且你想左边的这个 已经是公元前两千几百年的东西 你到了三星堆那个一千三百年到一千年 然后金沙 也基本上是公元前一千年这个范围 这都是上千年的古物 还能保存得这么好 然后呢 还可以有这些东西 这就是刚才我让你们看的那磨钩的那种河 这些东西在齐家平 在二里头的三星堆都能看见 这些呢 在这个安阳你已经见不到了 淘气 安阳有非常完美的 包括富豪墨里边的那种风口 风口河是铜的 但是民间已经不用这些桃的东西了 但是这个在二里头和这个齐家风化 在龙山社会是很流行的 而你在三星堆你就能看见这个保持得非常好 而且已经是离前面已经有几百年上千年了 而且还有这些东西 这不是在三星堆的坑里面发现的 是附近的这个遗址发现的 这些东西就是那个像二里头的这种排斥 就邓聪教授拍的这个非常精美的 这二里头的这种排斥 这是天水发现的 而且新疆那边也有 你把这些连起来的话 它又显示它是一个高低现象 而二里头是代表整个这个高低网络进入 进入这个中原的那个最后的那个点 它并不是说到处都有的 所以三星堆这里又是分享着一个和二里头共源的东西 这个呢是最近发现的 这个可能是一个案子的下面四个这种历史 这么顶着它像七七之类的东西 这个是王仁香先生做的比较 就你看石家 我说石家河或许应该太具体了 应该是说龙山时代从时髦 一直到江汉这个跨区域的这个玉神面的这个网络里面 所有的对这个法官的表现 是这个样子非常接近 而且这个江汉的龙山的玉切 跟三星堆的这些一个神面的造型的关系 这个罗泰教授早就90年代 他们参加这些会议的就都指出来过 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的领域 只是我们现在可以更多的看见 这些个曾经在龙山时代跨区域出现的这些个 宗教宗教形象 在这个地方保存的如此之好 它跟其他的那些都是成为一个体系 那么再看这些 这就是金沙跟这个三星堆出现的这些个玉的 玉章 我们前面说过这种东西 上一次集中的出现就是在时髦 而且它在时髦集中之外 而且在当时突然就到了整个这个 现在中国的版图的这种边缘 比方说宜蒙山那边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像越南北部香港这一带 所以而在后来的文献理智传统里面 这都是跟山川祭祀有关的 而且从这个时代 从龙山时代出现的那个样子 包括在山东的这个山坡上的巨石底下的埋藏 似乎也是跟这种山川祭祀有关系 而这些东西在之前的像梁祖大门口 实在是不存在的 所以它可能代表着一个新的跨区域的一个宗教网络 而在这个地方呢 它就会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 就是在三星堆这个坑里边 它出现的有长两米的 就这个这个断裂了这个 而那上面的这个斜线纹 跟这个二里头发现在四个上面出现的 也基本是一样的 所以显示这些人非常熟悉 这条造型传统 最终还是要追到这个龙山传统上去 然后还有这类似这样的小的 狱虫这样的东西 那么这些造型传统 它怎么到这儿来的呢 你看从时髦那个方向下来 它是应该跟那些高地龙山社会那些狱虫 差不多都是经过这个穿过明山的 这些个高地的走廊 或者是经过这个汉中盆地这边 下来就大巴山啊 就这一类 就所谓的鼠道就进入到这里 但有趣的就是它这条线 不但是跨越了这么远 而且会延续了这么久 而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 这些个东西在安阳 但当同时代的安阳并不存在 就是说从郑州到安阳 他们都排斥了这个牙张的这套东西 虽然他把那个二里头的工匠 都纳入了他的这个体系去了 他并没有让他们造他熟悉的东西 所以这个在 在这个阴虚心发现的这个 这个浴匠的墓 就变得特别有意思 这是何宇林教授刚刚在UCLA讲过的发现 就这个墓呢 它的等级不是多么高 就是墓也不大 也没有墓到 它里边铜器也并不多 但是有好多很高级的预期 有的还没有做完 而且有的那个造型 跟富豪墓里的差不多 所以呢 它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级的预匠 但是最有意思的就是说 它的这个为数不多的铜器 像这个铜姑这上面的这个族徽 居然就是一个在安阳 不存在的牙张的造型 所以呢 这个家族很有可能是 当时来自二里头的 就是御将家族 他们被纳入了这个商人的体系 就是继续为商人做东西 虽然他做的东西 跟二里头的造型已经不一样了 但是他用这个 只有在二里头和龙山出现的 这个牙张的造型 作为他的竹灰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西部龙山的这个传统保存的更久 而在河内那边呢 它本来就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龙山时代的这个中心 所以他这些东西都并不发达 然后在这里呢 你还看见很多的这个鱼器 就是鱼料 那这些鱼料很可能就是 上游这个名江里面采的 非常的庞大 所以你看出来 就是说你从那些个牙张的尺寸 就有的像邮票一样大 有的两米长 你就能看出来 他这个传统 他是活着的 他不是说仅仅是保存了骨欲 而且大家很清楚 他应该是干什么 而且会不停的做新的 不停的把他们用于 这个山村中的仪式 然后再看刚才显示出来的 那些一个青铜的尊 那这些尊是从哪来的呢 这是台家寺的那个 你看就双火石人的这个 一个造型 这是三星堆里面出来的 几乎是一样的 他只是供应稍微差一点 然后这又是新发现的 方形的 那这些东西 应该就是江淮那边商人的这个定期的工匠群体做的 像台家寺这个应该是他最顶级的 然后旁边的一些可能就是他的土地啊什么 他基本的造型你看 是跟这个中商的这个江淮传统是一样的 而且这些东西不是你看一眼就能学会的 这些很可能涉及到一些个 这些东西可能会运进来 从江汉那边运进来 参与这个 祭祀仪式之类的 但也可能就是说他的将士来了在这边做的 但你要想到的就是说能做出这种水平东西的人 他在冶金造型方面已经是出神入化了 就比加索那种水平了 你让他造别的 他是完全有能力造得到 所以这就让我们开始想 他这些这些个祭祀点 他到底意味着什么 就是说如果龙山时代的那些传统 在这儿保存的那么好 而且又有这个商在江汉那边的同气 源源不断的运过来 或者高级的将士请过来 给你做那些庞大的面具和这个神人 还有这些神术 这个地方为什么有这么有吸引力 那大家要记得 我上一个讲度是特别强调 在这个大河穿山而过的地方 在雨的那套神话传说里边 那是神机显现的地方 那个黄庭尖的那个底柱名里边 他描述的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这两个地点 他是不是跟这种传统有关系呢 那我们看在山川之间的这个三星堆和金沙意味着什么 金沙向西就是渡江沿 这是明江口 三星堆向西 这就是那个简江口 然后呢 他到了这山口以后 平地里就起来 两三千米的那个高原 高山 就是明山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龙门断裂带 地震非常活摇的地方 然后温川 北川 还有青川 这三个地点就是2008年那个温川地震的这个震宗 它就是这个龙门断裂带的结果 而这三个地点呢 是现在羌人 也是羌人聚集的地方 自治县 就是他们受灾很厉害 然后呢 你到茂县那边去 全都是有关这个大雨 白石的这种崇拜 所以这之间会不会是有某种联系呢 就温川 青川 北川 同时还是他们三家是这个争这个石牛之所在 雨生石牛的那个地方之所在 所以你会看见一种跟那个龙山时代那种地质 非常相像的地方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活摇的山川 而且它这个山川呢有非常危险的一种潜力 这种危险的潜力就是地震 这个地震它在这里的表现 跟在洛杉矶这种地方的表现 它是不一样的 就是它这边都是高原河谷 就非常陡峭的这种河谷 地质非常不稳定 所以它这个地方一地震 马上就是山崩 山崩了之后呢 就把河道淤塞 雨塞了以后 这个河道就慢慢的往上涨 这就所谓这个燕塞湖 燕塞湖它慢慢慢慢涨涨涨 最终这个燕塞体 这个燕塞坝 它是承受不了这个重力 它就要垮掉 它垮下来以后 这个洪水 它就会沿着这个很窄的这种峡谷 从这些山口冲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联动的一个地质灾害 所以说洪水实际上是这边 这边的一个地震灾害的一个次生的灾害 所以在08年的这个地震过去了之后 马上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唐家山 山燕塞湖 大家还记得当时是用军队用炸药把它炸开 这样的话就避免 这就是那个燕塞体 避免了一个自然霸 堵着这个江水不停地往上走 所以那你看下面 金沙在这个明江边上 这个三星推在这个简江边上 它可能对应的就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 就非常有破坏性的一个山川 那么这个是19 大家就注意这个地方 叠西这个地方 你看它离茂县 汶川还很远到这个地方 这是两年前 我就考察的时候 三年前就考察的时候 在博物馆里和现场拍的照片 跟这个社科院考古所的同事们 这是1910年的这个叠西 你看这里有一个古城 从唐代就有的这个古城 然后三三年 这是三四年的照片 三三年八月的大地震 7.5级的 整个这个唐代的古城 就垮到这个峡谷里面去了 然后呢 这就是很小的塌方的这种状态 就随时可能发生的 这是真正的大规模的 然后在45天之后 它的这个 宴菜湖就垮掉了 但是一直到现在 它还有一些个这种自然的霸 所以它还有一个小的宴菜湖 在这个地方 但是大头已经下去了 现在就这个样子 它45天以后下去 就从叠西一直到茂县 然后绕着汶川 把都江宴水利设施都冲垮 然后在平原上 还有五万人丧生 所以这你要想 如果是这个大雨的这个崇拜 是涉及到对这个龙山时代的 这个气候变化 一个 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的 一个新兴的跨区域的宗教网络 它跟这些的神面 玉神面 其他的宗教活动 如果有关系的话 就包括我前面跟你说的 这个渔汇遗址 就这个淮河穿过金山屠山 还有这个洛瑞遗址 是伊洛河穿过这个盲山的这个渔脉 进入黄河 如果这些地方 当然还有雨门口 是神迹显现 你希望用一种宗教仪式 来让这个 一种宗教力量 像雨这样的这种 这种天神一样的力量 来进对这个 自然的这种破坏力 有所干预的话 那么在这个地方 是这种信仰 应该是最发达的 因为它的独特的地质结构 导致在荣山时代 威胁大家的那个 那些个力量 在这儿还会反反复复的出现 那你看2008年的时候 它继续往下踏 就这是那个燕塞火 这是07年的时候的照片 这都是燕塞体 实际上已经垮下去了 然后呢 08年大地震 它继续再下去 这是011年的照片 所以这个就给你显示出来 在三星堆和这个金沙 这些个聚落 它上游的这些个山川 它的破坏力是多么的强 所以你就在想 这个是雨门口 黄河穿过旅梁山打开 这个是什么地方呢 这就是愚共世界的中心 等会儿我给你看 这个是这个汶船 温川 这个地震过后 基本上这建筑都垮了 这大概是广东省 原建的 就他们的这些个居民的楼 原建了以后做什么呢 做一个大雨的像 因为这都是枪族人聚居的地方 是大雨出生的地方 那你就看 解决帝国时代 这个四川盆地 成了这个人口密集的地方 那你就得涉及到这个转折 你怎么能够控制 这些个非常有破坏力的 这些个山口 这些个河流 那么我们就看 在当地被奉为英雄的 这两个人都做了什么 一个就是李冰 在这个地方建了非常复杂的 这个渡江宴 来控制这个民江的出水 当然他控制的不是地震的水 是山上的这些个 很难控制的这些个洪水 因为地震的那个几乎 你是没有办法提防的 但至少 这些个民江进入平原以后 他可以随意的摆动 这个你是可以控制的了 这是渡江宴 然后就是文翁 就成都的那个中旋 那文翁史史 他作为汉帝国的郡守 他做了什么 他治理的是这个简江口 所以等于就是说 我们可以想象 这是非常符合像羽门口 这种地形的地貌 那么你可以想象 如果龙山时代 有关于这种地点 这种自然宗教的话 在青铜时代 在川西这个地方 在明山脚下 他延续是有他的道理的 那明山在龙山时代到处都有 而在他这保存的这么早 这么久 他应该是有道理的 而帝国像礼兵文翁这样的人 这些个郡守们 到了这里要解决的 就是让这些成都平原 这些一个河道 能够得到控制 人口发达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盆地 它本身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盆地 就从史前史来讲 它后来呢 就变成人口发达 让你已经有错觉 你会以为盆地应该先有人居住 而明山上面那些个地方 应该是晚出的 现在实际上是编绕过来 明山那些山口才是早的 然后呢 这个下面 这个盆地里边的这些居民是晚的 而这个转折 首先是归功于前面的那些个龙山的聚落 但是从这些个祭祀仪式上来看 他们可能 我不知道他们是同时也在设计一些水利结构 水利的设施 可能也在尝试这个 因为像李冰文文他们那些人应该有当地的知识 能让他们很迅速的理解 这个水文特点 但同时呢 他们还有一些个宗教的仪式 这些仪式 现在至少从那些预期来看 跟这个龙山时代那些做法是很像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们看一下这个北川那一带 冒险这一带 这些个羌人 他们的一些个宗教传统和物质文化 我们就可以意识到 可能他们真的就是说 那个传统是最古老的 就是在中原这些地方都经历了大规模的变化 至少他这个双耳罐传统 是没有断裂的 而且这种东西在陶寺时髦都有发现过 齐家文化都非常多 但是在后来的中原 就后来的晋南 他都消失了 至少在帝国时代都消失了 而他们这一套这个叫士比 就是他们的这些山脉 他的就好多的装束和法具 你仔细看看跟龙山时代的那些铃铛啊 鼓啊 就是这种西伯利亚下来的这些个 就整个这个高地色彩的这个宗教网络 是一脉相承的 反倒你在这个中原社会基本上就见不到 你看这个就是与共的世界 他整个的规模 就是说他描写了是这周园这八个周 向冀州 去纳共 就这些个这些个 这些个路线 虚线的这些路线 是这个共图 他的帝都呢 是在晋南那个地方 就是就是陶寺所在的那个盆地 但是呢 根据这个北大的李灵教授 他的这个一个一个的这个地点的这个分析 他看得出来就是说 他在叙述这个山川里边的这些个 就每个周 他的这个山川地貌的时候 他有另外一个跟这个浮凑型的这个路线 就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个路线 不一样的一种叙事空间顺序 就是他是双回环形 这种双回环形就很像一种 像一种舞蹈一样 特别像萨南 就后来的道士 他做的那种巡行九州的那种路线 就是说一边巡行 一边你可以把每个州里边的这个山川地貌 他的物产说一遍 你你这么做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像用身体来表现一个空间地图 而你你对这些山川有清楚的认知 你就能够控制他的力量 这个跟现代殖民帝国绘图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能够看得见他 你就可以控制他 而这两个回环 交汇的地方在哪呢 就在冀州西边 这个南流黄河的羽门口 也叫龙门 所以是在这个地方教会 所以你仔细想一想这个 这个构图 它很不像一个帝国的思维方式 你如果这套东西 是这个魏惠王搞的 就是孟子的时代 因为他曾经称过夏王 然后孙斌马上就派兵 把他打败了 因为他称夏王的这套做 这这套这个闹剧吧 是商鞅劝他这么做的 就是为了让东边的国家来进攻 他帮别人怎么办 所以他实际上 他冲夏王实际很短 那现在的许多的这个史学家 包括日本的平时龙郎教授 他是说这个这个东西典型的 这就是魏国人能干的事情 因为他占据了那个地方 但是你可以想 你在战国晚期 你搞出一个地图来 他上面有这种双回环的表演 然后又没有一个城市 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很 很奇怪 因为战国晚期对这一种 宗教表演式的东西 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 他们那时候关心的是 建立中央集权的帝国 这一套东西应该已经过时了 所以这就是我如何把 这一次三星堆的讲座 跟我上一次在羽门口的考察 在陶寺的考察 连在一起的地方 就是如果曾经有一个 四千年前的一个宗教网络 他是跟这种地貌有关系的 在这个地方举行大规模的祭祀 可能好多的预期就在黄河底下 那么在中国的大地上 他能够保存时间最久的 就是应该在 从渡江雁那带 因为他旁边是有一个 非常有破坏力的山川 好 那我现在就最后 简单的这个说一下 西州文明跟他们的关系 西州 你看他的建立是 一下子把这个政治中心 从东边的河内 给拉到关中这边了 所以呢 他征服上的一个 军事背景是这个西土联盟 就是包括这些个 高地上的羌人呢 还有鼠人啊 就这这一些个 许许多多的这种 就在这个橘色的 高地社会的 联盟 他们一起 就是穿过这个洛阳盆地 就是征服 印上 然后他建立之后 做了些什么呢 他 现在来看有一些地方 就是发现了一些 非常精美的 这些个铜器 因为中人本身 他是个很弱小的 一个国家 他并没有发达的 这个青铜器 他的青铜器 都是商人的那些工匠 特别征服了 这个安阳之后 他的那个野精液 还在繁荣 这些个州人的将军们 会让 会在那定制 一些 庆功的铜器 然后后来在州公 第二次东征之后呢 这个安阳的人就都被 被分浅到不同的地方去了 有分到洛义的 有分到各个诸和国的 有分到关中 这个封号和周园的 而这一批人 又在延续着 这个晚上的 这个顶级的铸造传统 在给州人做这些东西 所以在周初的时候 在他左 出现了一批的青铜器 他都是一堆堆埋在山上 你看 又是跟山川祭祀 像是有关系 而且这里边有烟口的东西 有什么孤竹果的东西 跟那个商人有关系 显然这个州人 可能是知道这个 而且是参与这个 他里边就出现了 类似这个样子的 有个盘龙在上面的 这种尊 而在这个离这个州人的都城 已经上千公里了 估计得走两个月了 因为从周园这一带 到安阳就得走两个月 所以你看到卡佐 那都是非常遥远的地方 而在这带彭建这里 彭建就在山东附近 他也发现了一些个 像是所调教藏 或者其实出现了同样的东西 而且这种东西呢 在山东东周还在做 而隋州的最早期的 曾侯的墓里也有 他看上去像什么呢 给我的感觉就像是 明初这个郑和下西洋 就他带的那些个 像礼物一样的东西 就是大概是在这个 这个上周变革的这个时代 你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权 你需要在松山这个告继上天 那你同时可能也需要 这个派出去一些个代表 在这些个神圣的山川 虽然这个王朝 控制不到那些地方 但是那些地方都是很神圣的东西 你经常需要派这个特使 去敬献一些的礼物 告诉你现在王朝变化了 我们现在是寿命于天 所以很可能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换到郑和时代 就是龙圈窑的风冻岩那一批东西 所以这些根本不代表 本地的传统 这很有可能就是阴商顶级的工匠做的 他也包括用来做这些山川祭祀 有特使带到遥远的地方 也会有这个在封建诸侯的时候 给他们带去 带去有的放在这个宗庙里面 有的放在墓里面 所以山东的这个样的造型 研究到东周 可能是模仿周初的那个宗庙里的那些个造型 所以这个就涉及到就周的这些东西 他的这个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这种知识 怎么能到达遥远的地方 他要告继这种山川 同时呢 你在这个周的腹地 你还能看见就他们的知识 来自三星堆 金沙那边的知识 蜀人的知识 怎么能到这个王朝的这个首都这里 那这是这个是这个齐山 这是周园周公庙 这块大概绵延200平方公里 就是他们的都城 好多手工业者都是从安阳那边迁来 然后呢 宝基这一带呢 这个李林教授称为这个西州的邻居和后院 在好多安治的都是参与过 争东这西土联盟里边的高地贵族 就他们不是周人 那他的这些墓里面就包括这个儒家庄 等等这个渔国墓 还有最近发现这十五山的这些墓地 他们的这些墓里边有些特征 你可以分几类 像这种带进的这个东西 这种就都是庆功的 有有这个可能是在安阳 有这个这些个将军们定做 在殷商的那些作坊里边定做的 因为在在那个 安阳那个地方 孝明屯那里有有这个时代的一些个逃犯 那同时呢 他还会有一些个足灰很混杂的商的东西 那那些当然就是就是这个分器获得的战利品 那还有一类东西就是这个了 因为这个这个是是余博墓里边出来的 你这个都是显然是跟这个三星堆的 那那那那利人的传统是相连的 那通过这个汉中喷地连起来 所以你在你如果生活在这个周园 你不需要走很久远 就能得到三星堆那边的 属地那边的知识 而且诸书今年也提到 这个树人来送这个玉器之类的 那么他们的墓里边呢 还有一些个很跟上周不一样的特征 类似比方这种陶器 这都是司法文化所谓江戎那一代 跟西部甘肃那些相连的 跟西州人的那些个陶器是非常不一样的 而且他内部的这种这种壁堪结构 那我们在哪见过 在富豪墓见过 然后呢在陶寺时茅 见过这种壁堪结构 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高地贵族的方法 就即使他们住在周园的周庙 比如参加葬礼的时候 他可以看见那些十字形的大幕 但是他们还是决定把这些东西 用他自己的这种衣食空间的方式来安排好 还有这种更特别的这种 几乎是地中海风格的这种架盔甲 可能是来自于这个 他们跟草原的这些个赛人之类的 那个网络带进来的造型这种观念 因为一般的这个中原的甲都是片状的嘛 这个这个是整体的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 就看到就周人他有纵横就是两套 这个知识网络 而他的这个知识网络交汇的地方 就在周园这一边 这个他横轴就是李玲教授 根据这个徐玉生先生的这个研究 画出来的三代的一个空间 就西部是周板块 就关中 然后中部呢是下板块 就是浸南和洛阳盆地 这两个地方在这时代 很少有人居住在晚上的时候 那再往东就上板块 就是应许一直到商丘这一带 那么周人的使命 就是用天命的这种观念 来把这几个板块有所安排 哪个贵族到哪个地方去建立国家 或者在洛阳建立新城 但是呢 他还有一个纵的知识网络 那这个知识网络你可以称为高地网络 那就是说像北 他可以到时髦这一带 鄂尔多斯这一带 就鬼方那一带 向南他可以一直到四川盆地 就金沙三星队这一带 而在这一带的网络上 他得到的知识 就非常不一样 因为在这些个高地的社会 他从来没有被纳入 二里头和这个商的这个政治体系里头 所以你从物主文化上可以看出来 他延续的都是自己的东西 而在西周时代的周园呢 就这些来自各种来源的东西 都交汇在这里 而且你 这是周园的发掘 凭他一个宗庙 封出的宗庙 然后这里有一个坑 埋着的是那个 商贸周初 那些一个家古文 有字的这个 不果 然后呢 就在这个宗庙里头 或者宗庙里头 就可以看到这种 来自龙山时代的这个神面 那你从上书里边 像顾命这种篇章里 他告诉你 他这个宗庙里边 宗庙里边都陈设着 也古域的 他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 他 他承载着什么样的历史 然后在这院子后面呢 还发现了这个 青铜的车 乡着这个 旅逢市非常高级的 这个车 很有可能就是 所谓的大陆 就每一次 册封每个 诸侯的时候 送给你一些个东西 有些古域 还有这种 很豪华的车 来自这个 高地社会的 密序那边 那么 所以他这些东西是 一个 一个体系 那你离这个体系 大概一公里 你就可以见到 那个装白家 装白的那个威氏家族 这个威氏家族是什么 就他们就是 威子起的后裔 就他们 这个上的 这个王室 投降了 这个周人 然后到了周远 被周公安排在一个地方 然后住在那 施带 做这个商人的 史官 那这个上面的名文 当然大家都很熟悉 说得清楚 一直到这个 这个埋到这个轿舱里面 由于政治动荡 那你可以看见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他们是可以把 营营商的这种 皇家的史学知识 都可以带到周远 而且这些个史官呢 他不需要走很远 你只要走到宝基那里就可以 这周围 还有好多的这个将领 他都可以去看 他们家族的这些信物 封赏的这些个东西 还有他们的这个名文 这些个同情 所以他这个历史 就各个时代的历史 各个方向的历史 都凝聚在 关中的这个周远 这些地方 然后 在这个 在这个背景之下 你可以想象这个周人的历史观 它跟商人是不一样的 它是一个极大层的历史观 而在这个历史观的这个框架之下吧 这个周人在重建 中间下地的两个盆地 因为你要不重建的话 你你跟那个商人中间就隔着一个大空白 这就很危险就容易这个这个国家就容易分裂 所以他在这儿建立了洛义 他说这儿是有下之居 天下之中 那你可以想象 这个地方在二里头消失了之后 掩饰唱声放弃了之后 实际没有多少人在这儿居住 突然间你建五百年之后建一个新城 那这个城他说的有下之居是谁呢 那只能就是二里头 天下之中是以谁的角度的天下之中呢 那还是二里头的角度 那同样这个疏于封堂 他说这个地方是下虚 所以在这个地方取川 有非常庞大的这个都城 十一平方公里 然后也有这个近后的这些墓地 从第二代近后一下到春秋早期 那他说的这个下虚 唐虚又是指着谁呢 那他跟这个陶瓷只有一山之隔 大概一天的路程就可以等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就他说谁到阴虚 谁到下虚 谁到上后之虚 他是有一个历史的空间建构了 这个历史王朝兴体 支撑了这个天命的观念 所以在阴虚就可以看到这个 卫后的目的 而且可以看到他的目的里出土 这个商人的 用云铁做出来的兵器 这可能也是战功德的遗物 在洛阳盆地里面 二里头演示就是这样一个关系 然后他说这是 这是这个天下之中 宰自中国的这个贺尊就在这 而且你从这个 刘里陈寅燦教授 他们做的这个盆地里边的 还有这边许鸿教授 他们合作做的这个 聚落调查 你可以看出来 二里头实在人突然间多了 遗址增多了 晚上下去了 没人了 然后周代又起来了 所以这个是符合周人 对这个洛阳盆地的这个描述的 比方说周人争伤的时候 他会在洛阳盆地 集聚这个各路诸侯的部队 穿过梦京 进入河内 他从来没有说 我在洛阳盆地打过仗 因为这里没有重要的三个据点 所以你看 他告成的地方 也是在这个 松山 就在阳城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是松落天下之中的这个坐标 而且他在营建 就是曲村跟这个 龙山 陶瓷这个遗址的空间关系 就是这个地方在二里头 在商代 没有太多的聚落 他真正辉煌的就是龙山时代 然后 曲村他就坐落在这个 大遗址之间 龙山遗址之间 大家注意看 他这些墓都是这种盖墓道的 跟商人是一样的 但是你看他的这些居民 他重建这些盆地需要居民的 洛阳盆地 他是把商人给挪进来了 从安阳挪进去了 可这个地方 近来的没有人 没有商人 他就从黄土高原上 把那些鬼方的人挪进去了 就是所谓怀性九重 那这个巴伯墓地 在大河口 就在曲村东边20公里 那你看他们的墓 就跟商人 周人就不一样 他用的是这种避坎墓 刚才我们在宝吉和这个 前面的陶寺 见过这种做法 时髦这种做法 而且他里面会有大量的这种货备 这个也是跟高地的这个网络 有关系 同时呢 在这个唐书渝的这个 儿媳妇的这个墓里面 你可以看见 他们会用青铜模仿 陶寺中期时代的这个双耳光 说明他们这个当地的这些个土著的部落 或者是从怀性九重挪下来的这些个 他们是对这个这个下去这个地方 是用他自己的这种 社会记忆和这种祖先传说的 而且他可以拿出这个东西来做证据 就这个这种 那么那同时 你可以看出在这个高地社会里面 还可以有这些一个容忍 就是高度流动性的 所以就整个高地社会里面 它是有不同的类型 有的是比较农业的定居的 有的是更这个有流动性的参与 很多的这种 贸易活动的 像这个战国的这个晚期的这个容忍墓地 那么正是他们参与这个西州的 就容忍参与这个西州的政治 导致了这个关中的陷落 一陷落以后 我们就进入东州了 因为在秦和楚的帮助之下 这个西州的这个王室就挪到洛义去了 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有个什么 有个什么特别的影响呢 我们可以想本来在在周园那个地方 在封号那个地方 编织的非常紧密的那个社会网络和知识体系 被这个东西给冲散了 所以我们会想到有大量的知识的流失 或者说归还到了口述传统 因为好多那些人逃走的时候 他们都是难民 而且中间还动荡了相当一段时间 才在落叶安排好 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这个历史知识丧失的问题 而且你如果关中一陷落 整个三星堆这边跟周人的那个网络就被切断了 那切断了以后是慢慢秦人在经营关中 所以整个在西州那边保持的非常好的那个纵横网络 就整个在进入东周之后 随着这个关中的这个失去和王权的这个示威 我们就进入了一种新的时代 这个时代当然也就进入了左传的这种 纯粹古典的这个时代 最终是以这个秦人进入关中建立这个帝国 实际上占据了周人的这个祖先之地 以这个来终结了 所以秦人大家都知道 最初是这个商人的武士 被周公的这个部队给击败之后 被发配到了这个甘肃那边 替周人这个守戎人 就是西边的这个防御 而在西州陷落之后 他一步一步进入关中 然后最终统一这个东方的各国 所以某种角恒来讲 他也是一个回家的这么一个过程 就周公从西往东 到了去福建鲁国 而商业那边的秦人 被发配到了这个西锤 但是最终整个的这个帝国的结构 是以这个秦人在封号附近 建立咸阳 就后来的长安 还有这个洛阳 就长安洛阳的这个稳定结构 就这么来的 好 谢谢大家 我就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